加州大学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2020年秋季录取的加州本地行程当中 拉丁裔学生数量首次超过亚裔 成为占比最大的群体 在获得录取的7.9953万名加州学生当中 拉丁裔学生占36% 首次超过亚裔 亚裔学生占35% 白人占21% 非裔占5% 其余的是美洲印第安人 太平洋岛名或拒绝说出自己种族的人 约44%被录取的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 45%的学生是其家庭中第一个上四年制大学的人 加大估计2020-2021学年 加州本地招生将再增1600人 目前加州大学自从2014-2015学年以来 本地招生共增加1.77万人 进行锁定周日晚间8点30分 国语一台以及无限三台八点整的天下综横坛 解读加大2020西亿36% 亚裔35% 数据背后的意义 民主兵权 zeg 我们 的是 平 人